赵桥乡有一处废弃物掩埋场 在去年底获得的试运转许可 引发了地方反弹 那么在今天有更多的民众 前往抗议 那么其实在今年初 业者两度尝试着 要把机具给运进去 但都被村民给挡下 因为他们担心业者偷偷的营业 那么会在今天 是因为选在明天就是开工 县府必须得要 即刻的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抗议的民众 在今天轮班的看守 在今天上午呢 包括了苗栗县前县长刘正宏 以及地方明代学者 还有村民 总共超过了200人 全部集合在掩埋场的门口 发表声明 要求县府要在初六 上班的第一天 将市营运计划给撤回 苗树野埋场 滚出苗栗县 村民大年初五聚集在野埋场前 他们不是来拜年 而是希望掩埋场滚出苗栗县 连前苗栗县长刘正宏都前来声援民众 上个月刘正宏甚至不惜以肉身阻挡怪手进场施工 苗栗县造桥乡借助事业废弃物掩埋场 去年底获得县府市运转许可 但由于紧淋灌溉水潭 可能污染地下水引发地方反弹 村民为了防止业者突然施工 在这里埋锅造饭轮流看守已经43天 他们在年节期间共同发表声明 就是希望县府在初六上班第一天 设回市运转计划 100年10月时 因为野埋场道路跟私人土地重叠 县府驳回申请案 最近有民众又在附近盖民宅 地主同意为现行巷道 建阶梯也埋场解套 县府核准是运转三个月 不过村民质疑整个过程是黑箱作业 要县府出来讲明白 欢迎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